那证人的关系是 因为我一开始就其实心情非常的笃定 觉得我应该要去找柯文哲柯主席签名 因为就是跟请主席帮忙签名 原因一方面是不管他认识我或是认识男方 或者是他理解我这个从一开始 心情的转换然后一直到这几年下来 其实他不管看到我或是看到男生 其实他都会问一下说 现在怎么样这样子 那其实他的关心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温暖 因为他关心就是有点奇怪 然后来的有点突然 所以呢其实他一直都知道 我是有男朋友的状态 所以当下在有这个决定的时候 我自己就蛮笃定说 我要去找柯主席当证人 那因为要找他签名嘛 所以我其实蛮早之前就有先敲定他的时间 就希望他可以空下一点点时间 可以帮我签名 那另外一位证人 非常感谢世间哥愿意当我们证人 不管在采访的过程之中 或者是在议会里面 其实他都是一位非常非常好的前辈 那也非常感谢他愿意 透过他自己的空闲时间来帮我们签这份书约 那两位呢其实都对于这件事情他们都是祝福 所以他们都很认真的在那个上面签名 然后签名签上去 如果大家有看那个照片的话 他其实签得很像印上去的 两位都签得很像印上去 但其实不是 我们是真的找他们亲笔签名 所以其实很开心 因为两位对于这件事情有极大的共识 就是给予我们祝福 然后给予我们祝贺 所以他们两位真的是义不容辞的 马上就把那个名字签上去 那这好像就变成今天大家这个讨论的焦点 然后有人问说 见证人为什么找这两个人 因为我在想说找这两个人呢 八字一定很重 然后呢他们两个人一定是真心相爱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给予的祝福 已经他们两个签在同一张书约上面 这绝对是实属难得的机会 这绝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张书约 所以我就花 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力气 约了两位的时间 那当然这个两位是分开签名啦 大家不要太紧张 那我们分别去找两位签名之后 完成了这张结婚书约 真的非常感谢主席还有委员的时间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个 他们两位算是一个 我觉得我能想到的最大公约数 然后也是一个真爱无物的一个组合 所以这个CP组合呢 我觉得算是 我自己理想中也蛮想要在我的结婚书约上面 不管十年二十年 可能在我自己的回想起来这段回忆里面的时候 看到这张书约 还是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 就会觉得很可爱 很开心这样的感觉 那虽然他们可能过去在咨询上面有一些交锋 在议题上面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 可是我觉得两位都是很真诚很真心的政治人物 那我也期许自己是这样继续走下去的人 所以才会请两位来当见证 柯P签名的时候知道另外一个人是王世间吗 这个其实在他签名的当下呢 这个气氛很好笑 就是我拿着结婚书约放在资料夹里面 然后就拿进去给他签 他就说啊来来来来来 他就拿着他的水杯 然后就在那边办公室一直走来走去 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反正他就是一直走来走去 那我就是一如以往的淡定的站在他面前 跟他讲说 除夕我希望你帮我签一个东西 他就说要签什么 然后就坐下来 然后我就把结婚书约这样攀开来 放在他桌上之后 他就说 他看了一眼 他就说 哦 好啦 好啦 坐下来之后就开始签 然后签完之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问我们说 啊另外一个要找谁签 我们就说我们要找王世间王委员签 他就说 真的假的 你们办得到吗 我就说 拜托相信我们 我们一定办得到 然后呢 他就说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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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年头 年轻人愿意结婚 我们要跟他说谢谢 但是呢 因为就是这个 这个主席呢 他个人就是 有的时候就是 他的关心 或他的温暖 或是他的提醒呢 永远都是 这么的直接 跟这么的 就是很直男 所以你有时候听完之后 你就会觉得 你到底在讲什么 这样 主席聊一下 这要关门的刺激的话 怎么会想要来这个 学弟怎么来跟你做邀请的 他就拿给我签啦 你知道那个 我签完以后 他还说另外一个是王世间 那你当时听到的反应是什么 那我说反应 想说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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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来 那你当心有没有给他什么 什么祝福 我说 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愿意结婚 我们都要跟你说谢谢 谢谢啊 我现在下来要结婚就很愿意了 王晋云说你们两人有极大公司 绿白极大公司 叫他早上贵子 你是否愿意不论疾病 不论平均富有 都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着王世间先生 欢迎 我们想同意 欢迎 邝文哲要跟我正式联姻的话 我死了算了 我宁死不屈 我就要跳海 以史明治 你说你是科学家 我是贡献队长 好啦 现在 有一段时间 我暂时会再被你看到 不过 你即使烧成了白骨 我还是会认识你 但你本来就是绿皮白骨 等到有一天你被民进党开出的时候 请来参加民众 请来参加民众 邝文哲先生 你是否愿意不论疾病 健康 不论平均富有 都一生一世爱护守护着王世间先生 没想同意 新郎 新郎被交换信物了 诶 等一下 以前在议会 每次都是你送我礼物 这一次我自己要主动要求一个礼物 2024总统投我一票 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 颜圣大将军曾伯恩 这就是 YES DOLLAR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岩上大将军曾伯恩 欢迎来到岩上王世间 这个是王世间这辈子 对台湾经济唯一的贡献 各位看一看这个阵容 黄敬寅 谢龙剑 哇塞 等一下又有王世间 诶 诶 吴春 这就是进议会的感觉哦 可是我看到混一些 脏东西进来啦 对不对 像凯莉啊 李懿子啊 哇靠 这到底是岩上影片 还是东南亚诈骗 那等一下会被活摘器官吗 难怪科门子要出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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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说到柯文哲 我们先来处理一个 完全跑座棚了吧 黄敬寅 各位看他这身服装 你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 有没有搞错场合啊 你穿的还真奇怪 哈哈哈哈 你是外交 哈哈哈哈 Republic 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们自己カッコ 我们先去看 这有问题 不得了 我们来看